大康自然健康中心成立於1987年 率先將自然療法、同類療法和碗塵水療引進香港 我們提供各項整存性治療方式 排除體內毒素、增強自身免疫系統 一起盡在大康自然健康中心 電話25773798 網址3w.naturalhing.com.h 同類療法是一種已經有250多年歷史的醫療方法 屬於全球第二大的醫療體系 有超過5億人口採用 現在註冊的同類療法醫生 已經得到75個國家的政府認可行醫支架 其實同類療法一直都獲得眾多知名人士擁護 美國150年來的11任總統 另外英國皇室數代成員 至1830年開始 一直有同類療法醫生照顧 英女皇伊麗莎白二世 在生查理斯王子的時候出現難產 全靠一劑同類療劑升麻二百師 王子才能順利出生 否則就要否復產子了 同類療法在世界各種醫療中 屬於最安全的醫療方法 非常適合孕婦和嬰兒使用 印度國父甘地 稱讚同類療法是他認識的各種醫療之中 療效最高和最廣泛的醫療方法 袁大明醫生鑽研和使用同類療法 四十幾年 現在破天荒感在網絡世界 和大家分享他的經驗和心得 解開成功運用同類療法的秘訣 詳盡地介紹各種同類療劑 療劑的特性和應用範圍 幫助大家自己 找到適合自己的寧丹妙藥 當然 如果各位聽眾的問題是比較複雜 發覺自己處理不到 需要袁醫生的幫助 也可以直接預約袁醫生會診 大康自然健康中心的電話是 2577-3798 現在就來聽一聽 醫生要為大家介紹哪種療劑 這次和大家介紹的療劑 是叫做直土 Silica 直土 其實我們地球表面的 大部分的成分都是直土 Silica 那麼我們海沙 沙灘的海沙 也都主要都是由直土 Silica 造成的 而很多海綿 那些尖角 其實主要硬的那些刺 其實都是直土做的 所以可以這樣說 直土是令到我們地球表面的植物 和動物都好 增強它的所謂硬度 有時候說它沒有腰骨 或者是沒有勇氣 這個很多時候都是直土的主要應用的地方 我知道其實很多植物的支撐點 就是那些勁 硬的那些勁 其實那些勁的硬度 都是因為直土的成分令到它硬的 所以有一種說法 直土的主要觀點 就是給人的一種硬度 如果一個人是缺乏直的人 通常那個人就比較上垂頭喪氣 而且他的肩膀通常都是彎曲 跌下來寒著背 通常他們是很弱的 而且那些指甲都是很脆的 所以一個很關鍵的直土的 關鍵的症狀就是 脆弱的指甲裡面的 加上八點 而他們的皮膚通常都是比較脆弱 很多時候就康復得很壞的 很慢的 而他們主要那個主素 很多時候都是覺得是不夠耐力 就是沒有什麼體力 很容易累 包括他們的頭 就經常好轉腦霧 又很不喜歡用腦 又用了腦 就算用體力的勞動也都會差的 所以這個是一個療劑 是處理這些慢性疲勞症的 好了 很多時候我發現那些醫生或者律師 都是很容易進入這個直的狀況 他們通常比較累和軟弱 不想再勞神、勞體力 因為他們的工作是令到他們過度消耗 而疲累下來的 而很多的小孩子都是比較軟弱 和營養不良 所以我們一個主要的療劑 是幫助一些早產的嬰兒 將它們比較小顆 和成長有些問題 如果你讓它們直草 這個療劑 它就會加強它們的耐力 另外的療劑 輪化鈣 都是在這方面可以幫助這些小朋友 企立起來的 好了 很多時候我們會做一些頭髮的礦物炎的測試 發現那個人的身體的礦物炎 大部分都是不達標 我們有時候可以用一個主要的療劑 這個直 是把它完全整頓好 因為通常它們都是吸收有問題 吸收出現的問題 所以就導致頭髮礦物炎 出現很多的抗密營的出現問題 好了 直也是一個很重要的 打了疫苗之後變差的療劑 可以說 比較 那個側拍2月 是排第2 它是 側拍2月可以排第1 那Selica可以排第2 有時候看到 一個小孩本來都是充滿活力 充滿生命力 很像蓋形的小孩 很喜歡玩 就是碰撞 跌倒 但是呢 他們一去打了一個疫苗之後 它就開始 就是 體重減弱 睡得不好 它們身體的硬度 全部是沒有了 那這種情況 你可以想一下 是直這個療劑的 還有時候 可能因為打了疫苗 是出現那個發陽吊 哮喘 頭痛 很多事情 因為打了針之後 而變差 這個也是直的療劑應用的地方 來的 好了 直有時候 都是我們叫做月亮的療劑 有時候 在初月 或者滿月的時候 那時候 那層情況就會差 的 好了 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 就是 在大便那方面 我們叫做怕醜的糞便 怕醜的大便 什麼意思呢 大便是出來一半之後 就會縮回去的 那就是說 這個直肚 有這樣的便秘大便的症狀 那就是說 不單止 人的性格 是怕醜的 連那個 噴辯都怕醜的 好了 另外應用的地方 就是身體 任何的地方 譬如 肝門 結腸 乳房 出現 那些 爆裂的問題 也可以考慮這個療劑 直肚的人呢 是很怕 不喜歡 和不能夠忍受 這隻腳 濕和冷的 那如果他們 隨著腳 在走來走去 濕了之後呢 它就會可能 就會傷風 或者 女士呢 就會令到驚奇 就是停頓了的 值得是幫助 是把我們的 義物呢 排出體外 譬如有時候 那些刺 木槍 刺 或者針呢 可能呢 插到腳那裏 是斷了 可能有些魚鉤 那樣 進去之後呢 是斷了 拔不出來的 那你又 就是 你一是呢 就去 割開它 割開些肉 來拔它出來 或者呢 你可以試試這個直 這個療劑的 那有時候 被眼部 有些異物 進了眼 那也都可以 試試用這個 的療劑的 好了 那還有一個應用的地方呢 就是當你的指甲 那個指甲 下面呢 就剷了一些木刺 那在這個情況呢 我第一個療劑 考慮呢 就是hypericum 金絲圖 第一 跟著呢 我們就想 直土 這個 那也都有一些人呢 可能有碎片 就是可能那些 炸彈的碎片呢 是打到身體那裏 那你怎麼排它出來呢 有時候用這個療劑 就算很久很久以前都好 你有這些碎片 進了身體 但是十年前的 但是沒有拔它出來 那如果你吃這個療劑呢 有機會呢 這些這樣的碎片呢 會身體呢 是慢慢地排了出來 會走出來的 直的人呢 很怕尖的東西 或者針的東西 那他一想到這些東西呢 一看到這些東西呢 他就會打慢陣的了 OK 那如果你看到 有些人 有這種這樣的症狀呢 可以用直土來幫幫他們的 那 那直土呢 可以這樣說呢 是比較上呢 是沒有信心 那沒有信心呢 因為呢 他們個人太虛弱 就是消耗過度 而導致沒有信心 那可能有些律師下 長期的工作壓力之下呢 他突然之間呢 就是崩潰 很怕截任何的官司 沒有了信心 整個人呢 就是坦了下來的 那另外一個療劑就是石松 石松的沒有信心呢 就是因為他怕會失敗 叫他去做事呢 他怕失敗 而直那個沒有信心的原因呢 他就怕他自己沒有這個精力 沒有這個能力呢 去完成這個任務的 那這個就是兩者的療劑的不同 沒有信心的不同的地方 這個石松的東西呢 通常頭大啦 肚子大大啦 還有呢 四肢是瘦的 就好像人家呢 是蛋白質營養不良 是一種叫做Krashioca Krashioca 這種這樣的症狀呢 就好像埃塞羅比亞 你經常看到這些圖片 石松的東西 肚子漲漲 四肢瘦瘦 那還有你腰頂呢 就是頭腦那個 那個骨 骨呢 是來得 就是合得很慢 還有呢 學習呢 行路呢 是比較學得慢的 那很多時候呢 十分仔的發育前動呢 都是可以考慮這個療劑 總的情況呢 那些十分仔 可能讀到三四年級了 那開始呢 就要下課呢 就去看育室這樣 那他發現他們很多時候呢 他們呢 就和其他同學呢 是追不到的 人家玩的那些 體操啊 很容易的 但是植的三分仔呢 就覺得有些困難的 那也都好的時候呢 他有一些酵喘 尤其是當天氣轉的時候呢 就會出現酵喘的 那有時候 有些年紀大的人呢 出現酵喘呢 或者不夠氣呢 我們都可以考慮呢 植這個療劑的 那植的一個主要的療劑呢 是醫療那個 那個肺氣種 amphysema 或者有些人呢 就因為吸了很多的微粒啊 譬如礦場的工人啊 或者那些我們叫做 那個植肺啊 就是在石礦裡面工作的人呢 這些沙石的塵埃呢 就入了肺 那出現了一種叫做silicosis 這種一個很長期的肺的毛病 那最後呢 就發展成為呢 就是amphysema 就是肺氣種了 ok 那植的人呢 就 他人 好好好 就是好看藥啦 衰弱啦 任何的操勞啦 都會導致他呢 敲喘發作的 那也都有些時候呢 是一些高山的問題 都會有的 好了 那植的人呢 本身呢 通常呢 就是 就是 黏住一些的環境 一些事物呢 是 是 不容易 改變的 那通常的人呢 比較是 啊 溫和一些啦 是 我們叫做 黏瘦 黏瘦 比較上呢 是 delicate 那他裡面都是 身體的整個人呢 都是呢 很脆弱的 delicate 那當然啦 植的人呢 通常呢 就比較上 怕冷啦 但是也都很怕熱的 尤其是那些局的房間呢 他就特別不喜歡 特別不怕的 那也都是對 凍啊 潮濕的 改變 那個天理的改變呢 是會令他那個 那個情況呢 是會 會變差的 好了 那植的十元仔呢 通常呢 就是 比較上 是喜歡看書的 啊 就是很小時候呢 他們就開始很認真 啊 會很勤力看書的 那也都會問很多的問題 啊 啊 啊 就是個腦方面呢 是屬於是智慧一些的 智慧型的 那但是 他們當然呢 也都很有時候很固執啦 那他主要固執的原因呢 就是他們的 就是 不夠精靈 啊 所以他不喜歡去跟你 啊 就是辯駁 不喜歡跟你去啊 跟你拗叫 因為他實在 他覺得是太累啊 啊 就是不單止 身體累 他腦袋他都累 那所以他有時候呢 他就會變成呢 是固執呢 是免費用腦呢 和大家在這兒 辯駁 思考的 那他都好 會變成呢 是敏感啦 尤其是對環境方面的敏感 OK 那 尤其操造的人呢 操造的環境呢 他們是 忍受不到的 好 那植呢 是很多時候呢 是適用於很多的慢性的病 那但是我們考慮 用植的療劑呢 通常呢 要看他的整個背景 整個人去看的 那植的應用 就是醫學上應用的地方呢 是很多啦 包括有些濃瘡啦 包括 甚至乎那些 我有個病人呢 是腦有扭啦 那或者一些是那些 那些水湯啊 那個腳的汗呢 是抑制了啦 Keloi 那些疤痣啦 那些指甲的問題呢 臭汗啦 ok 甚至 甚至是腫瘤啊 那方面 所以呢 在植的療劑呢 在臨床上 醫療的問題 其實是很多很多 但是我們怎麼去選它呢 就要看整个人的状态,整个人的体质,来选择这个尿剂。 大家也可以在网上订购,网址是online.househop.com.hk online.househop.com.hk 好了,今次节目来到这里,下次再见,拜拜!